裡面的話 它基本上你看到日期 基本上都是經過格式化的結果 也就是它裡面其實本來是一個數字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去加 所以以後如果你輸入了日期 它自動就幫你轉換 裡面一定會有年月日 頂多可能會有週幾的訊息 所以我們常常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我要怎麼把一個日期裡面的四個東西 目前我們看到四個東西 如果今天希望把這四個東西分出來 哪四個東西呢? 109放這裡 所以後面請你再控一個欄 然後增加有四個欄位 然後年月日週 我希望很簡單就把這上面看到的訊息 分別幫我把它抽離出來 抽離出來當然你現在不是說 你當然要怎麼抽離出來 其實主要的話可以用兩個方法 就像我們第一堂課那個文字與資料 你可以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第二個的話你不要把它當文字 你把它當日期看待 所以你可以用兩類不同的方法 但結果的話會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取捨哪一種方法比較簡單 比如說第一個啦 我們前面講過年的話 前面好像用過那個幾年次的 還記得有印象 有沒有就是取那個幾年次 然後我們不是插入一個函數 用什麼 用文字來取的話 用 left 比如說我要取前三個字的話 那我比如說用 left left 如果你現在直接給這個 把它當文字的話 雖然你表面要看到這個 但實際樣子裡面這個 所以你如果切前面三個字的話 那得到會441 不是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做 還記得吧 其實一般習慣啦 就是用test函數 那test函數呢 其實你可以慢慢把它做一個標準化的步驟 第一步 請你先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儲存格式切到式定 把這個公式先複製起來 為什麼要複製呢 把這個公式放到那個test裡面的第二個參數 而且前空要加雙以後 他就一定會幫你轉成文字 OK 基本上你不用管說到底你複製的是什麼 因為你想要貼上就對了 OK 所以特別是複製嘛 取消 然後到這邊的話 再插入什麼 那個用test OK 所以我一直強調啦 test其實還蠻萬用的 因為很多東西 如果你會用test 問題就簡單了 但如果不會的話 很多問題真的你就解不出來了 這個資料 前後雙以後先打 format test呢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貼上之後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文字了 把這個變一個文字 那如果你要切前面的東西的話 請你再到這個公式的外面 打一個laps好了 直接自己打上去好了 laps 然後呢 錢瓜糊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豆點 三個字就可以了 OK 打個勾 有沒有 109年 然後呢 你可以再把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一下 為什麼 因為月的話也可以拿來用 咦 音樂好像不能用laps 但是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laps改成什麼 改成mid mid mid 那mid的話呢 後面的公式 就不是豆點3 因為會 嗯 mid的話呢 那就是會多一個參數 他mid是先問你 從哪個字開始 所以這個 豆點3的後面 你可以把3改成多少 一二三四 第五個字 第五個字 那就5 豆點多一個豆點 幾個字 兩個字 這樣OK 把它打勾一下 有沒有 11就出來了 這個的話呢 日的部分 你也一樣 你會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再取消 拿這邊的話就把taps on 然後呢 這邊應該是第五嘛 第六、第七、第八個字 所以把這個改成8就可以了 因為兩碼打個勾 OK 02 那週幾的話呢 那就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個字 所以一樣把這個公式再複製 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直接到這邊的話 直接貼上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11就可以了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資料分出來了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呢 最大的工程 最重要的函數呢 就是taps 也就是如果你不會用taps 這邊後面的事情根本就做不出來 OK 第一個 那為什麼要把它分出來 因為以後你要針對不同的年月日 做分別的計算 或者是做樞紐分析的話 月報表、日報表、年報表 甚至是週或者是季 季現在沒有 你可以自己把月拿來再去產生一個季 不就有了吧 對不對 那你有這個欄位啊 你才有辦法怎麼樣 去做對應的報表 不然的話 沒有這個欄位 你只有一個日期怎麼變 除非書的分析表 它有提供這個功能 不然的話 那你就變不出來了 OK 所以特別是要懂得怎麼樣 把資料分出來 但問題 除了我們剛剛是把什麼 把日期當文字看待 有沒有 所以特別是我剛剛是用later 有沒有 三個字 那這邊後面都一樣 密德 有沒有 密德都講過了 把剛剛的那個test 其實就把test的公式 剪過來這邊 後面是5跟2 那這邊好像第8 把這個第二個 只有star number改成第幾個字 因為都兩個字嘛 所以第三個參數都不用變 有沒有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方法 是把它當文字看待 可是除了可以把日期當文字看待之外 其實在eSale裡面的函數 還可以把它就是當成日期看待 不是文字 那怎麼把它當日期 如果年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 這個時候就不是用文字類的 你可以用日期時間 如果抓年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年 年英文是什麼 year嘛對不對 OK 那你可以怎麼 再把這個日期丟給他 他就會給你那個年的部分了 不過啦 他會有個問題 因為我們如果他民國年 那你變成說你要自己手動 怎麼樣 再減多少 1911嘛 對 就109 不過你會發現 他這個有時候 太敏感了 他只要看到裡面有用過日期函數 他就以為你裡面是一個日期 所以他是自動幫你格式化成日期 所以你看 老師怎麼變這樣 沒有啦 你很簡單 你就把出生的格式改為通用不就好了 有沒有 通用就OK了 然後呢 同一可 同樣的方法 如果我要月的話呢 那一樣什麼 在日期時間裡面有什麼 有month 有沒有 year month 那month的話 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給他 你會發現11月就出來了 那再來的話 day 有沒有 year month date 哪一天 不過特別注意 那個day 他回來有時候自己又格式了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格式不對啦 千萬注意啦 不用緊張 把它怎麼樣 改回什麼 通用就好了 OK 那當然如果 我們假設要02的話 你自己在把他用那個 還是要用test把它格式化成兩位數 可以 可不可以 那週期的話呢 這個地方你可以用插環數 裡面就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weekday weekday是星期起 但問題來了 它裡面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 0 number 哪一天的意思 這一天 return type 你就不要填 保持空白 按確定 不過呢 會有一個問題 它回來是2 為什麼2 跟各位講 2的話是一個禮拜的 第幾天的意思 那而且喔 一個禮拜的第幾天喔 你不能用我們的思考模式 因為這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美國人喔 他們會認為說 一個禮拜第一天是哪一天 第一天 應該是禮拜天吧 對不對 你看那個 那個日曆啊 Google日或其他日曆 第一天都是禮拜天 有沒有 然後最後一天就是禮拜六 所以他給二的話 應該禮拜幾 禮拜一嘛 可是喔 如果你將來 想要把它變成 像上面一樣週一的話 那你可以按 就是把它格式一下 格式成什麼呢 剛剛好像用過 日期裡面 你可以找到西曆裡面 這邊就有週期 也就是說啦 你可以再把它格式化成週期 但是問題它裡面 實際上就放一個數字啦 有沒有 週一 還有呢 跟各位講一下 還有一個地方不太一樣 你會發現上面跟下面 好像很多地方結果是一樣的 但是呢 有個地方很明確的知道 它這個是數字 它這個是文字 哪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對 有沒有 所以喔 有的時候你要蠻敏銳的喔 因為這個敏銳度不夠的話 以後你可能做出來結果就會有問題 如果你那個資料是需要一個文字 你用上面 如果你需要用數字的話 可能用下面 或者是說啦 你還可以把上面喔 也可以把它變數字 那怎麼變數字還記得吧 加一個什麼 文字變數字 很重要 因為這個函數如果不會用的話 很多時候 你可能在比對資料就會發生錯誤 加什麼 Value有沒有 還記得吧 你再這個打個V 其實它就出來了 Value 前刮 你只要再加一個後刮戶就可以了 打勾 有沒有發現 它的對齊方式 馬上呢 就幫我靠右對齊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剛剛的上面的那個 把它當文字 如果你將來呢 還是需要變成數字來計算的話 記得你只要在外面加一個Value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 注意一下 我剛剛主要 這個練習 第一個 請你把 剛剛的這兩個儲存格的日期 分別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的方式特別注意喔 上面的這一個 也許你可以用 就是 用那個Test 先把它轉換成文字 再用Labs去做切割 這邊是用Mid做切割 OK 把它切割出來 第一個 那 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就是用 Year Month Day 然後叫Week Day 分別把資料給切出來 那當然呢 底下 甚至這個 因為這個是Now Now還有什麼 還有10分秒嘛 所以你這邊還可以用Mini 後面如果想練習的話 你可以Hour Minisecond 它會把10分秒 通通抓出來 這個我想你自己在練習 其實觀念都一樣 把畫面呢 現在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OK 所以切割資料的方式 其實兩種方法 那至於哪一種方法 比較好 其實有的時候 你可能要針對實際上的案例來做 我是覺得啦 Test這個函數不管怎麼樣 它其實就是最 相對的是最萬用的 為什麼 因為反正你用同樣一招 第一個請你先在儲存格式上按右鍵 把它的格式先抓出來 然後貼記得貼到Formatex雙引號裡面 有沒有 它就轉了嘛 這樣的話好處就是 比較直覺啦 OK 哪怕也許你不知道有 EarMines Day Week Day 這相關函數 反正你就用貼著就好了 你把它當文字看待 但它缺點就是 它幫你取得的資料 因為它是文字函數 所以取得的結果 通常也會是文字 那如果你要再把它轉成數字 可能就是要多一個Value函數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熟練度也要很夠 以後的話 如果你這些細節都注意到的話 這樣你做那個報表的時候 相對的也就相對不會有遇到一些那種 奇奇怪怪的問題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問的問題 大部分都是因為這個什麼 形態的問題沒搞懂 明明就是數字 或者明明就是文字 它偏偏又就是要跟另外一個資料比對 那一比之下形態不對它看不出來 明明上面也有靠左、靠右它也看不出來 那些一怎麼比 奇怪 怎麼都比錯了 所以這個當然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很多人 看到日期 他就把日期整個拿來用 就不能用 直接全部丟給樞紐分析表 他就不work 所以怎麼辦 以後如果你要做那個 丟資料給樞紐分析表 幫你做報表之前 或者甚至以後是Power BI 或者是甚至其他工具 其實我後來發現問題都一樣 就是你乾脆先自己 前置座位先把那一欄 先切出來 再餵給他們 這樣就乖乖的 什麼事都沒有了 OK 你不要希望說你餵給他們之後 再到裡面去做 那真的相對的麻煩很多 像有一些樞紐分析表 有那個什麼計算欄位功能 但是我覺得太難用了吧 你不如你先處理完 再丟給他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邊丟給他之後 再到裡面做計算 或是做工 那反而更麻煩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可以用當文字跟當日期 兩種類型的函數試試看 把分別一個日期的資料分別把它切出來 OK 試試看 好嗎